我们现在开始上课 我们这个第六章跟各位谈到的是 所谓的依据森文纳指的principle 来讨论梁承受负载的问题 我们分别讨论到了梁承受轴向力 跟承受bending moment 那我们今天呢第六章第四个小节 我们跟各位介绍 假定一个梁承受托选问题的时候 它的那个solution是怎么样子 那第四小节跟第五小节 基本上我们就 你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当作是一个例子 实际上如果你要用解析的方法 来解弹性力学问题时候的一个例子 也就等于说我们这两个 这个小节跟下个小节 我们重点不只是在告诉各位 一个梁承受了tortion 或是承受那个share force的时候 它的solution是什么 更主要的事情各位要注意到的是 我们这中间的解题过程 解题过程我们要注意到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 这是这两个小节的重点 所以我再强调 这两个小节的重点不是在中间 不是在最后的答案 不是在最后的答案 而是在中间的过程给各位的一些观念 而我们也利用这两个小节来跟各位解释 什么叫做semi-inverse OK semi-inverse的那个process semi-inverse的method 因为就我们讲 我们在第五章已经告诉各位了 理论上我们是有15个方程 PDE要配合位移边界条件跟traction边界条件 解除15个位置数 6个应力 6个应变跟3个位移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很少会把这15个合在一起解 我们可以考虑先钻解位移 变成了解位移的平衡方程式 配合边界条件 解除位移以后 我们要算应力跟应变并不困难了 或是反过来讲 我们可以呢 钻解 先考虑钻解应力 那钻解应力的时候 它的government equation就有两组 一个是应力平衡方程式 一个是应变平衡 应力平衡方程式 一个是应力的compatibility equation 藉由这两组government equation 配合应力边界条件 我们来钻解应力 解除应力以后 还是一样 你可以利用 利用应力应变的关系 是算应变 知道应变以后 用积分求位移 是比较啰嗦一点 但是一般来讲 如果我们从设计的观念来考虑 我们通常要知道的就是应力 所以只要知道应力 在设计的上面 基本上有这就够了 你不见得要求位移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已经把15个方程式简化了 钻解位移或钻解应变 其实你要真正的 尤其是对某些特殊的边界条件问题 你要真正的硬解也不是那么容易 利用数值积分是一种方式 但是你要真正用笔来解也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在固体力学上面 常常用这种方法 所谓的Semi-Inverse Method 那我们正在下面这一节跟下一节 就Semi-Inverse Method的两个例子 那一个呢 我们是在位移上做假设 等于是解位移问题 一个我们是在应力上做假设 等于是解应力问题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重点是如果你是用到这种方法的话 你在解题过程之中要注意一些什么 以及它的一个步骤 那所谓的Semi-Inverse Method 我们跟各位讲 它基本上就是你在解以前 看你是要解位移还是解应力 假定你要解位移 你就先假设它的位移场 U1 U2 U3 是什么样子的形式 假设它是某种形式 但是这些形式里面呢 它会包含位积数 当然包含位积数 比如说 这里面包含 比如说我们可以假设 U1等于A的X1平方 加BX2 U2等于C的cosX3 U2 U2 就是一个位积数 我这讲就是说 我们可以假设形式里面 我的位积数 可以是一个系数 ABC 或者呢 就是一个函数 我知道U1 U2 我就是不知道 U2 都可以 也就是我们已经 当然这些不是乱假设的 我必须先告诉各位 这些不是 这些不是随便乱假设的 它必须是 你要依据你的题目要有点依据 有点依据 你乱假设的话 你到时候是逗不起来的 有了这个假设以后 然后呢 我们就开始 比如说我这给的是位移 我就要让它满足平衡方程式 位移的平衡方程式 或者把这个位移转成应力 满足应力的平衡方程式 看看满足命的平衡方程式 这些系数会不会算得出来 然后再把它带入各个不同的边界条件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假设之下 以及满足government equation 跟边界条件的时候 顺便可以把这些系数找出来 那依据我们第五章讲的 unique theory 你现在找到了一组答案 而这组答案满足government equation 也满足边界条件 所以它是答案 而且依据unique theory 它是唯一的答案 我们就解出来了 基本的semi inverse method的概念 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做一些假设 这个假设可以是一些系数 也可以是一个函数 也可以是一个函数 你要找出来 在满足government equation 跟边界条件之下 怎么样算出这些系数 跟相关的函数 如果都可以满足 记得每一个边界条件都要满足 都可以满足了 我们就可以做 那我们这一节跟各位讲的是 承受一个talk 那我们用的就是用 semi inverse的方法 直接来解 因为就这样讲的 你们在财物理学学到 承受流利就是套等于接分至TR 可是这个公司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限制 它的截面积一定要圆形 它的截面积一定要圆形 如果不是圆形的话 财物理学的工资完全是错的 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seminar problem 我们只要求是一个直的 直角的柱子 直的柱子 截面积我们没有任何限制 没有任何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 general solution 第一个 第二个在我讲以前 我们现在下面这两个section 6-4跟6-5 那个因为我当时参考资料 我当时忘了改 我们用的不是Tensor的符号 我们不是用下标123 我们回复到XYZ 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找参考资料的时候 他们用了XYZ 我无意之中就通通照着XYZ做讲义 做完了才注意到 但是我怕改的时候反而容易改错 所以我就没有用X1X2X3 就像我们这样讲的 现在X1就是X X2就是Y X3就是Z 这一节跟下一个小节 我们通通用的是XYZ OK用的是XYZ 但是张量的观点 各位已经是了解了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题目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直角柱的梁 截命机形上我们不管 坐标呢 给各位回顾一下 坐标是在左边 左边的那个柱子 R3O 长度 整个直角柱 整个那个柱子的长度 还能画一下 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还是这样子 一个直角的柱子 这个截面机呢可能是任意的形状 这个呢 这个是Z轴 朝下是X轴 进入紫面的 是Y轴 OK进入紫面的是Y轴 XYZ 那 现在呢 我们是说这边 承受一个TALK 这边承受一个 然后我们实际上是假设 我这边 是FIX 那个FIX END OK 我们考虑的事实上 等一下我们做考虑 这边是T 那这边当然也是T 只是我们假设这边是固定不动 类似一个位移边界条件 左边呢 我们固定 我们固定不动 但我们这边还是给的是 力的边界条件就是了 那 它的帮助于考虑 就是在侧面 部位受力 侧面部位受力 所以我们会得到这三个 就是 Sigma I 那个Sigma I接 N接 是等于0 因为在侧面的话 在侧面的话 N属力 也就是NZ 它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的 在侧面的边界条件 Sigma XX NX 加上Sigma XY NY 等于0 Sigma Y XNX 加Sigma YY NY 等于0 Sigma Z XNX 加上Sigma Z Y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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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Z 等等 就是我们的 沿着XY 以及三个的 方向 方向 余弦 这是在侧面的边界条件 然后在两端呢 就我们讲的 FX 跟FY 是等于0 FZ 是等于T 然后M Moment XY Z 抱歉 FZ 是等于0 是MZ 等于T X跟Y MX 跟MY 也是0 没有奔定Moment 就是纯粹的一个TALK 本身的纯粹的一个TALK 我们说是在Z 等于D的地方 也就是这边 整个柱子的长度较低 那这个 我们用Semi-Inverse 的方式来考虑 我们先假设 我的位移函数 我们假设 我在X方向的位移量 等于一个叫做 负的Alpha YZ Y方向的位移量 我们说是负 是正的Alpha乘上 XZ 然后Z方向的位移量 是Alpha乘上一个FIT 一个函数 XY的函数 我们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三个假设 这个假设 第一点 所谓的Alpha 是每单位长度的 流转角度 Alpha是一个角度 而且在这个公式里面 你们自己可以注明一下 在这个公式里面 这Alpha最后是要进度量 不是度度量 一定要进度量 各位要了解一下 在工程上面 只要谈到角度 摆在公式里面的角度 除非它是跟着三角函数走 Sine 细达 Cosine 细达 你可以用度度量 否则一律 尤其是角度 单独存现的时候 一定要用进度量 这个Alpha的单位 基本上 就是每公尺 转多少 流转角度 Alpha 那也就是讲的 我们在这边是0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流例 你们都知道 如果这边是固定不动的话 那随着这个Z的值越来越增加 流转的角度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的假设就是 任何一个位置 每单位长度流转角度 是一样的 因此 如果我是在这个 Cross Section的时候 它的值是Z Alpha Z 就是等于 我转动的Sed 等于这个界面 所流转的角度 所流转的角度 所以第一个你们就可以看到 U sub X 我们先只谈U sub X 负的Alpha YZ 其中Alpha乘上力 就等于C大 所以U sub X 也等于Y乘上C大 那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事实上这个图 我们再画清楚一点 它基本上 假设我们现在考虑的是 我的截面 现在这是我的截面 这是圆点 这是我 截面 本身呢 这个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圆 这是我们的圆点 那 我不见得用现在 坐标的意义是一样的 假定我说 这个是X轴 这个是Y轴 以这个来讲就是 这个要转下来 可是我画不进去 我直接从这个截面画 OK 这边是X 这边是Y 我这边本来有一个点 所以 我这边的角度是细打 然后因为它叫 我们都是假设反时针 这个来讲就反时针 反正长为针 所以这个值点 理论上会移到这边 理论上 理论上会移到这边 那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就是所谓的AlphaZ 这个转动的角度 就是AlphaZ AlphaZ 然后 这边是细打 因为这转动的很小 我们可以假设 这边是垂直的 所以 这个细打 这也是细打 所以这边是细打 这是因为转动角度很小 我们才可以降值假设 那我们现在就发现了 我实际的值点 从这边移到这边 这一段就是UX 这一段就是UY 所以U sub X 因为是往左边走 所以是负的 那就是等于这个斜边 乘上三以细打 这个斜边是等于什么 假设我们说这一段距离是R的话 那这个斜边就是等于负的R 乘上AlphaZ 然后再乘上 三以细打 就等于这一个 乘上三以细打 那负的R乘上AlphaZ 可是三以细打 就是这个 而这个三以细打是等于什么 这边的三以细打 不就是等于R分之Y 所以R一消掉 就变成负的AlphaZ 或是负的AlphaYZ 这是UX 那UY是类似 只是UY是往上 所以是正的 这个是我们假设 UX等UY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你要用 Semi-Inverse Method 你要做假设的时候 不能乱 你要有点依据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依据 指的就在一个平面上 真转动的话 实际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 这个里面有一个位置数 就是Alpha 因为我不知道 它每单位长度 转动的角度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要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位置数 这是一个Alpha 还有第二个 那跟你们猜 第二个呢 我们说Z方向的位移 就沿着这个方向的位移呢 我们说是一个Alpha 也是每单长度角度Alpha 乘上phatXY 记得 这个是位置函数 这函数第一点 你们看 它只方向XY 意思是代表什么 它跟Z无关 所以第三个假设 我们说的是 这个柱子在转的时候 它会有Z方向的位移 但是每一个平面 Z方向的位移都一样 因为这是我们假设 Z方向位移的函数 而这函数告诉我们 这个phat只是方向XY 也就等于说 我同一个截面上面 它会有不同的位移 因此我一扭转的时候 我给它扭力距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平面 原来是直的 我给它扭力距 它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是有可能的 也就等于说 不同的XY 就平面上不同的点 它在Z方向位移 会不一样 但是 另一两个平面 这个平面跟这个平面 它的扭曲的方式 是一样的 这个phat 我们就把它叫做 Wopping function Wopping就是扭曲 翘曲的意思 这个跟你们猜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听 各位 因为在材料力学上 为什么会得到一个 T等于接分之T 那么简单的公式 它有一个很强的假设 它的假设是我一个物体 受到扭力距的时候 我的洁面 听好 我的洁面 没有Z方向的位移 那是材料力学的假设 而要满足这个假设 只有一个条件 我洁面一定要圆 只有圆形的柱子 不管是实心圆 还是圆洞 只有圆形的柱子 它在受到扭力距的时候 没有Z方向的位移 只要你的洁面 不是圆 它在受到扭力距的时候 一定有Z方向的位移 一定有Z方向的位移 比如你拿一个方的柱子 你们自己想想 你一转 它没有Z方向的 轴向的位移才怪 所以材料力学 做的是一个很强的假设 如果反过来讲 如果截面是圆的话 你们到时候 我们会告诉各位 这个fight怎么找到 你们会解除这个fight 会等于常数 会等于一个constant 那就成了钢体位移 成了钢体位移 这是特别在这边 跟各位先讲清楚 跟材料力学上 你们学的差异 主要差异在这 如果截面是圆 这个柱子不会有Z方向的位移 有的话也是钢体位移 那这边的fight就是一个 常数方程式 只要截面不是圆 通常会有Z方向的位移 而我们的假设就是 我在Z方向的位移是 一个截面上面各点 Z方向的位移是有可能不一样 所以它是XY的函数 记得XY就是我们的截面 但是任意两个截面 它扭曲的方式是一模一样 扭曲的方式是一模一样 这是我们做的假设 所以在这个的假设之下 我们要解两个位移数 事实上是一个位移数α 每单位长度的角度变化 另外一个是我的waping function fight 另外一个是位移函数 那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位移 带到应力平衡方程式 因为我们是从位移来解 所以我的gobling question 只有1组 就是强迫它满足应力平衡方程式 以及在侧边跟两端的边界条件 看可不可以得到我们的alpha 跟我们的fight是什么 这个就是所谓的 Semi-inverse method 好我现在知道位移了 那很容易 那我们也是 这边来讲 我们下面的 事实上我们的senalize problem 我们有强调 我们考虑的柱子材料就是 在弹性范围 而且是isotropical 所以这个是应力跟应变 弹性范围之类的应变的关系 那这里面的这个mul 大家记得就是简历魔术 我们在第四章有谈到 这个mul也就等于所谓的g 是简历魔术 好你们先看看 这是我们刚刚假设的位移场 你们仔细看看 这位移场有个什么特别 x方向的位移跟x无关 它不是x的函数 y方向的位移跟y无关 z方向的位移跟z无关 那这个代表什么 如果我们试谈fxx 就是等于ux对x的偏微分 yyy等于uy对y的偏微分 yzz等于uz对z的偏微分 而边边这三个位移 就是ux跟x无关 uy跟y无关 uz跟z无关 所以这个结论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epsxx等于 在这个位移场的假设之下 在这个位移场的假设之下 三个正应变都等于0 好 这边我要跟各位解释 所谓三个正应变等于0 是针对这个坐标系统的时候 因为我就是沿着这边给它流利句 所以我们知道在现在 针对这个坐标来讲 这个是承受纯粹的简历 所以正应变等于0 是我们可以期待的 但是并不是代表 这个柱子没有正应变 你坐标一转换 它就会出现正应变 它就会正应变 在别的坐标它会有正应变 我们这样讲 正应变等于0 是在现在的这个坐标系统 那因为正应变等于0 我们这个应力应变的公司里面 那个ActionKK就会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情形之下 应力应变的关系就变成 Sigma IJ 等于两倍的mul乘上Action IJ 因为是在弹性状况 Action IJ等于二分之一的 UI,J,J加UJ,I 所以二跟二分之一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 这个的结果 我的应力SigmaIJ 就等于mul 就简利模数乘上 UI,J,J加UJ,I 那我们分别 我们已经知道了 正应变等于0 正应变等于0 所以我们现在来算 也就Sigma XY Sigma YZ Sigma ZY 分别把IJ用122331带进去 我们会得到这个的结果 所以依据 我这个位移场的假设 如果这个位移场是对的话 那受到一个TALK 在Z方向的TALK 它的硬力场就是这个 Sigma XX等于Sigma YY等于Sigma Z等于0 Sigma XZ等于0 不 抱歉 Sigma XY等于0 然后Sigma ZX或者XZ 它是对称的 Sigma ZX等于一个μα 乘上括号 我们刚刚能摸拼方式 Fight对Y的微分 Fight对X的微分 减掉Y 那Sigma ZY呢 就是μα乘上Fight对Y的微分 加上X 当然我们还是不知道 α跟Fight等于几 那就是我们下面 然后 这个我们还没有去 真正在解 因为我们只是说 从我假设的位移 我就可以算出 这就是我所对应的硬力 那我们下面就是要把这个硬力 因为我们记得 我们刚刚前面给的边界条件 都是Traction边界条件 整个题目一开始 我们所给的边界条件 全是Traction边界条件 所以我虽然假设是位移 我要把它先换成硬力 然后再来带这些边界条件 那一般来讲 这个没有人规定你要怎么顺序 但是通常第一步 我们都先检查Govern Equation 看这个所假设 因此呢 这个也等于 这个是我们真正假设位移场 你也可以说 这就是假设的硬力场 一样的意思 因为是从假设的位移场导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看 这个硬力场 先看它有没有机会满足 硬力平衡方程式 也就是没有人说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通常都是先带 Govern Equation 再带边界条件 好我们就把这个硬力场 带入我们的Government平衡 也就是平衡方程式 记得平衡方程式呢 是Sigma IJ,J等于0 因为我们讨论SENVER NOT 我们这一节讨论问题 我们一个假设 我忽略Body Force 我们在做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解采的答案 严格说起来 还不是真正的Exact Solution 因为 它的解采背中有两个假设 一个是SENVER NOT 的Principal的观念 一个是 我们认为Body Force 比所给的外力 不管是轴向力 Body Force TALK都要晓得多 就是它的重量 跟所给的外力相比小很多 如果我们要把 刚刚前面的 这个硬力场 带到SIGMA IJ CAMMA IJ 对不起 喂 惠君豪 对对对 没有 结果一带进去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硬力平衡是有三个 前两个 都会变成零等于零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SIGMA XX SIGMA XY 跟SIGMA YY 还有SIGMA ZJ 都等于零 会造成这个结果 只有第三个方程式 也就是I等于三 SIGMA IJ COMMA G 里面I等于三 就I等于Z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这个结果 我们会变成这个的 我们会变成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 μα乘上φ 对X的两次为分 加上μα乘上φ 对Y的两次为分 等于零 在那个结面积上 因此 μα μα不会等于零的 所以可以消掉 所以我们这边得到了 如果我们刚刚所假设的 应力场 要满足平衡方程式的话 那这个位置函数φ 就要满足这个方程式 φ对X的两次为分 加上φ对Y的两次为分 等于零 回顾一下我们第一章 讲的直角坐标 在直角坐标里面 这个φ对X的两次为分 φ对Y的两次为分 我们就把它叫做 la portion of fight 符号有这个 一个是这个的倒三 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正的三角形 那个就叫la 或者 我们是这个倒三角形的平方 这两个符号是一样的 这两个符号 是一样的意思 这个是 也就等于说 la portion of fight 这个就是直角坐标 la portion of fight的形式 如果你要用原字坐标 或球面坐标 就像我们第一章讲的 它有别的形式 因此呢 这就是我们fit的government equation 就是fit government equation 也就等于是说 在截面上面 左边的截面也好 右边的截面也好 截面基上面 fit 因为fit是xy的函数 所以就是一个截面 fit一定要满足这个形式 fit的因此 我们现在得到了一半 如果我假设alpha等于fit 我依据这个假设之下 假定 这个假设所提的fit 满足这个方程式 在截面上 这个欧指的就是左边的截面 右边截面也一样 满足这个方程式 那 我们这样子所假设的位移场 所得到的应力场 就会满足平衡方程式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了一部分的答案 我只要解这个 governing 就这个pde 而这个pde 你们在公司上常常看到 基本上用separation variable 可以解 不管截面是什么形状 是圆的 长方形 三角形 随便 只是结合形状越怪 当然是越难解 但是理论 那是另外 那个怎么解 是另外一回事 反正给你一个几个形状 你解这个governing equation 解出来 那你的fit就对了 好 这是一半 但你不要忘了 我只要解这个pde 一定还要有对应的边界条件 没有边界条件是不能解 而我们现在呢 只检查了平衡方程式 所以怎么找这个fit的边界条件 我们就是检查 原来题目的边界条件 我们看原来题目的边界条件 我们先看在侧边的 就是在l 边界条件像我们刚刚写在这边的 Sigma xxnx加第一行 Sigma xxnx加Sigma xyny等于0 问题是Sigma x 跟Sigma xy都是0 所以第一行是0等于0 第二个 Sigma yxnx加上Sigma yy等于0 那问题还是一样 Sigma yx跟Sigma yy都是0 所以第二行也是0等于0 只有第三行是Sigma zxnx加Sigma zyny等于0 所以我把我们刚刚得到的Sigma zx跟Sigma yy带进去 就得到了这个式子 得到这个式子 然后这个应该要等于0 那首先呢 我可以把μα先消掉 所以变成了φ对x减掉y乘上nx 加上φ对y的偏微分加x乘上ny 那我们把它乘开来 有微分的摆一边 没微分的摆一边 我们就得到这个结果 φ对x的微分 加上φ对x的微分nx 加上φ对y的微分ny 等于ynx接xny 而这个是侧边的边界条件 整个侧面的边界条件 对我们刚刚看的这个柱子来讲 这个侧面的边界条件 也等于这边的左边或右边界面的边界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φ的边界条件 就是φ对x的微分乘以nx 加上φ对y的微分乘上ny 等于ynx减xny 然后这个是在什么地区呢 我们说我加一个正式符 加一个partial就代表是边界 是一圈 是一个线 我纯粹直写r就代表是个面积 这是我们讲义上用的佛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边界条件 就是φ这个边界条件 然后这个边界条件的左边 有特殊的意义 等号左边可以等于 你们看这个的等号左边 同时就相等于 相等于这个式子 你们看等号左边 不就等于这个式子 等于这个向量dota这个项链 这个就是我们第一次讲的 dota operator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 抱歉啊 漏了一个 这边加一个fight 漏了 对不起 所以这个就等于gradingfight.n 等号左边就是等于gradingfight.n 那gradingfight是什么意思 这个gradingfight你知道就是这个项 这个项就是这个fight函数分别对的x x有单位长度变化的时候 fight的变化 或y有单位长度变化的时候 fight的变化 所以这个就代表是fight 因此gradingfight 因为grading事实上指的是t度的意思 所以通常gradingfight 我们指的就是fight这个函数 fight这个函数 沿着坐标轴方向的变化量 那它现在dot n 指的就是在n上的投影 所以gradingfight.n 严格说起来 就是代表 fight在这个法线n方向的变化量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就叫做 fight对n的微分 而这个我们上面讲了 就叫做 这个fight的方向微分 这个fight的方向微分 所以fight对n的偏微分 也就等于是gradingfight.n 就等于这一次 但整个这个物理意义指的 就是fight这个函数 在这个法线方向的变化量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方向微分 因此我们的边界条件 也可以就只是写成 就只写成fight对n的微分 等于ynx减xny 但是真正实际上 指的就是这一个 你真的要解题 用的就是这一个 我们写成fight对n的微分 只是变得比较写的 简写的一个写法 真正微分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再重申一次 如果依据我所假定的位移场 得到的应力 然后呢 这个z方向的这个fight 如果满足这个边界 这个方程式 以及这个边界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确定 我这个位移场 所假设的应力场 可以满足应力平衡方程式 也满足我l的边界条件 因此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看 fight好像已经解出来了 在我们进一步讲以前 先提醒各位一件事 我只是举个例 比如说以这个边界条件来讲 ynx减xny 如果你们真的需要去解一个圆 我们讲的 如果是一个圆的话 假定我的边界是个圆 这个fight解出一个是constant 但解以前这个边界条件 应该变成什么 ynx减xny 当然如果边界是一个圆的话 你们很容易说 nx就是等于cosc ny等于sinc 你们就用c做标 那ynx是不是就等于y乘上cosc 我只谈这一个一部分 是不是就直接写成y乘上cosc 请各位注意到 如果你是这样子写 就是错的 你会解不出来 为什么 你用了两个不同的坐标系统 用了两个不同的坐标系统 所以ynx应该等于什么 假设这个圆的半径一定是固定的 是r 所以你就要写成是r 乘上sinc 再乘上cosc 你要把y跟x 记得 你要把y跟x 也要变成细打的函数才可以 你不能在一个题目里面用了两组不同的坐标形式 这次跟各位举例 因为我们通常解这种截面机的时候 如果是题目是一个矩形 我们用的是直角坐标 用的就是xy坐标 如果题目是圆形椭圆的 假定截面圆形椭圆圆 我们用的都是急坐标 是急坐标是你要把等号右边那个y跟x 也要换成细打的函数 不要直接写y 否划你会解糊涂的 你会解糊涂的 这个都不好 就算是一个圆 这个题目也不见得好解 但是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 如果你要用笔解exact solution 你的问题最后就变成解这个govern equation 事实上那个laplus等于0 你们公述第一 一开始选偏微分 就是解这种方程式 你们这样知道什么 有很多物理现象 都会变到laplus function等于0 那到这边为止 下面是我们要提醒各位注意的了 到这边为止 好像我fite已经做出来 我题目已经解一半 我是不是可以继续开始检查 还有两边的边界条件 看板不满足 以及解α 错 在这边来讲 这个fite问题还没有解决 为什么没有解决 那就是我们在讲的 那就是我一直常说的 我们工程上不care 学数学人很care的是 你怎么保证 这是你推导出来的结果 你怎么保证 不管是什么截面基 这个government也亏 这组方程式 我们先跳下面这样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 我们的fite 就是要满足laplus function fite 等于0 以及呢 它的fite的方向为分 等于一个函数g 这边来讲g就是等于 下面那个yx解xny 这种形式 不管g等于什么 不管g等于什么 这种形式的题目 在数学上有个名词 叫做Roman Problem 这是人名 就是它搞出来的 那现在问题在这 你怎么保证 这个方程式 针对任何截面基 任何的截面基 因为你不要忘了 我下面这个边界条件 跟截面基有关 ynx解xny 不同的截面基有 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重点就是 你怎么保证 这个方程式 针对任何的截面 都有答案 以及答案是唯一 因为原因就在这 如果你不能证明 针对任何的截面 这个方程式都有答案 那我对你的答案 就会成疑 那是不是表示 你现在这样的推 因为你不要忘了 你是从假设而推导出来的 那你的假设会不会有瑕疵 会不会碰到某一个 很特别的截面基 你就没有答案了 那你不是整题都错 因为你就不能适用于 那个截面基的流利问题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 这个的 不管任何截面基 这种题目 都一定要有答案 而且答案是唯一 就都不会出现两种答案 因为出现两种答案就不合理 那就代表什么 你同一种截面 某一种截面基之下 成这种流利剧 它的截面会产生两种变化 那也不通 这就是我们要提醒 我说的在过程里面 如果你是做假设的时候 常常到最后 因为你假设里面 有时候都会包含函数 只要包含函数 一定会出现 解这个函数的 Government 与亏许 跟边界条件 那通常 如果你是 你不是在拷贝人家 你是真正的在做研究 在做一个新的题目的时候 你就必须到这个阶段 对学数学的人来讲 他们的观点就是 你要认为 你要能够保证 这样子的方程式 一定有答案 以及答案是唯一 我们才认为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 否则的话 我们只能说 好像没有错 但是也不敢说 你一定是对 我只能还没有找到那个 找不到答案的截面截而已 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这是我们学工程 跟学数学人的思考方式不同 但我个人比较赞成 学数学人的这种思考模式 因为这才是所谓的严谨 你们不要以为任何 随便导一个方程 是一定有答案 你一定要注意 它的一般性 所以到了这边为止 我们下面呢 就要理论上 我们就要先证明 这个方程式 针对任何的几何形状 就不管什么样子 截面形状 都一定有答案 而且答案是唯一性 好 第一点 它是有唯一性 但是唯一性很啰嗦 我们这边证明不跟各位说了 因为我们这边讲的是观念 这过程并 重点是你们应该要知道 你们要去证明这个uniqueness 一般来讲都不好证 这个证明方法也是一样 我们必须回到 我们假设它有两个答案 然后最后证明这两种答案是一样 这过程很啰嗦 我不讲了 反正你们知道有这一回事 但是下一个我还要证明 保证一定有答案 保证一定有答案的时候 因为你不要忘了 我这个函数机有特殊的形式 ynx-xny 我们先看 假设fite是我们的答案 我这个机对着我的边界 因为那是边界条件 我这个函数机对着我的边界条件的微分 那积分 做一个线积分会变成什么 gds的线积分 你们看我的下标是对着周围的边界 gds的线积分 事实上 g就是我们的方向微分 所以就是fite对n的偏微分 然后呈ds 那fite对n我们刚刚讲了 就是等于n.gradingfite 那我们右边呢 给各位讲一个定理 那公数上应该有教过 是在弹项的时候 叫做divergence theory 这是一个线积分跟面积分的互换 这个我们这一节常常会用到 我们写在旁边 这个叫divergence theory 这是线积分 这个是面积分 这个定理一直讲的 如果有任何一个函数f 任何一个项链 它的积分 基本上就是n dot n就是我的周围那个边界的法线 n dot f的线积分 就可以变成一个面积分 而面积分就是变成这个divergence f delta dot f就是divergence f 线积分就可以转换成为面积分 这公数有证 我们这边不证了 你们自己在公数回去翻一下 这是一个线积分跟双重积分 因为面积分就等于双重积分 这个积分复换的 所以我们知道 本来这个积分就是等于n dot gradient f 所以我换成面积分的话 就是变成divergence 也就是delta dot gradient f 那delta dot gradient f 就是等于laplacian fight 就是laplacian fight 可是laplacian fight 我们就知道 我fight的gobbing equation 就是laplacian fight等于零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一件事情 一个结论 如果fight是我norma problem的答案 那它的边界条件 那个函数g的线积分 就必须要为零 那反过来讲 如果我边界条件 那个函数g的线积分不等于零 这题就没有答案 因此我们要证明的是 针对这个norma problem来讲 我们现在的g是有特别的 是ynx解xny 所以我们要知道 如果g是等于ynx解xny的话 它的线积分会不会等于零 如果等于零 那就表示 这个题目 在g等于ynx解xny之下 不管我的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面积形状 我fight都可以有减 那就完成了我们的存在性 反过来就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检查 你们看 g的对h就是ynx减掉xny的积分 但是呢 ynx解xny的线积分 刚好也等于 刚好等于 n.yi-x解xny yx解xny就是等于 这个法线 y-x解xny 所以再一次我们的 division theory 本来之间我画成面积分 所以变成 所以变成 云目上看的 就是变成 这个delta.yi-xj 所以最后就变成 fight对y的 那个x y对x的微分 加上 减掉x对y的偏微分 那本来就等于零 所以我们证明了 这个ynx减掉xny的线积分 会等于零 那这个就证明了 我们前面 这个罗马跑本的 答案的存在性 所以到这边才算 到这边我们才算结束 因此我们得到结论 依据我所假设的位移场 可以得到一个应力场 而这个呢 基据我假设的位移场 里面的fight 如果是属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那我们所得到的应力场 就可以满足我的 应力平衡方程式 也可以满足我的边界 在l方面的边界条件 所以我 而且呢 我们保证 不管几个形状是什么 我们都可以解得出fight 而且这个fight的答案是唯一 到这边我们再确认 那fight应该可能是答案 如果你的假设不对 你会做到中间一部分 你就会发现 它根本无法满足 那就是假设错误 好 到这边回来讲 我们终于先把fight给解出来了 还剩下 α α我们还没有解 而且你们不要忘了 不要以为做完了 还有左右两边 还有六个边界条件 要满足 就是fx fy fz 你都要证明 在你这个假设之下的应力 所导致的fx fy fz 都等于0 mx my 也要等于0 以及mz 等于t 我们要从满足这六个边界条件里面 强迫把α给找出来 第一个 我们先检查 下面这边 这边的证明 其实是有些tricky的 你说他怎么知道这样子做 坦白讲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本来就是别人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只是介绍给各位看 只是告诉各位 真的用比解问题 有时候没有那么好做 首先我们证明 fx 就x方向的外力和 fx要等于0 那fx呢 依照森林来讲 就是等于在边界 下面这个积分是r sub o 是左边的边界 sigma zx da fz就等于sigma zx da 那当然也等于在右边的边界 r sub d sigma zx da 自然相当很合理 因为我们sigma zx 你们看 它完全 跟那个z无关 所以你在左边边界 左边的面积 端面积积分 跟对右边端面积积分 是一样 这是sigma z 然后 它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 这是我们直接带进去 sigma z等于m alpha phat对x为分减y 然后呢 它把它变成了这一项 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一项 因为我们也知道 phat要满足 哪怕phat等于0 所以它在上面这一项 加上了 phat对x的两次为分 以及phat对y的两次为分 整理一下 变成了这一项 为什么要加这两个 我们带到下面看 那为什么它知道要加这两个 我也不知道 就是想办法 因为我们要想办法 证明这个等于0 或是无法等于0 才能知道我的假设 是对 是错 所以它加上了 把上面这一行 加上了 phat对x的两次为分 跟phat对y等于0 整理一下会变成这一项 我们把m alpha提出来 所以这边变成了 m alpha的 然后积分 就是这一项 就是这一项 对x的为分 加上后面这一项 对y的为分 那你们看 是不是又像这个式子 因为这个就是 fx对x为分 加上fy对y的为分 所以 你们就把第一个括号 当作 这里面fx 第二个括号 当作fy 因此 这个又可以从面积分 变成线积分 等第一项乘上nx 加上第二项乘上ny 变成了线积分 又是divergence theory的运用 那变到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展开 乘开来 乘开来 变成这个结果 而这个结果呢 你们看 它是fat 先把x单独提出来 然后就是fat 对x的偏为分 乘上nx 加上fat对y的偏为分 乘上ny 然后减掉括号 ynx-xny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很熟 看好这个式子 跟 我们现在这个边界条件 是不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 化检到这边的时候 前面两项 事实上fat对n的偏为分 而fat就是要满着 对n的偏分 等于yx-xny 所以 这个证明了 fx等于0 有点tricky 因为我们一般 不会知道 要加上这一下 然后慢慢的 那这个 告诉各位 这个只是要告诉各位 你就是用 你要用笔解这种问题 你用semi inverse 有的时候你要证明 它满足这些边界条件 要动点脑筋的 要动点脑筋 它不是那么好证的 我们这一小节跟下一小节 某些证明满足 辨认条件方式 都很诡异 都会加上一些 我们想不到的东西 然后用 分配的方式 然后满足 这是第一个 fx等于0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也可以得到 f sub y等于0 非常类似的证法 你们自己可以回去练习一下 然后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 刚刚在那边在做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的sigma z sigma z是等于0 所以fz等于0 因为fz都等于sigma zz 对面积的积分 还有mxmy也很容易证明等于0 因为mx就是等于y 乘上sigma zz 对面积积分 my呢 等于x乘上sigma zz 对面积的积分 但是因为sigma zz 一开始依照我的位移场 sigma zz就等于0 所以这三个也很容易证明 因此两端的六个边界条件 我们证明了五个 证明了五个 最后还有第六个边界条件 就是mz 要等于我所给的talk 同时 我们也要 我们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一个值 没有得到 我们还有一个数字 没有得到 什么数字 α 每单位长度的角度变化 我们还没有得到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mz 我知道mz是等于t 然后首先看mz 就是等于x乘上sigma zy 减掉y乘上sigma zx 而我们已经知道sigma zx 分别等于mz的φ对x的微分 减y跟φ对mz乘上φ对y的微分 加x 所以我们把那两个带进去 就得到了这一项 得到了这一项 其中呢 因为我们知道muα是常数 所以我们把从积分这边给挑出来 剩下中间是一个积分式 整理一下可以变成下面这个式子 那我们又知道mz就应该等于t 所以你们看到没有 那这边结论就是t等于mu 这个是已知 这材料系数 简历魔术 乘上α是微枝数 乘上这个积分 而如果我已经从Roman Problem 把φ得出来的话 这个积分我是会知道的 这个整个积分式 不管对任何截面积 这个积分式都是已知 这个积分式都是已知 所以整个式里面只剩α是微知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 α会等于几 如果α就是等于我的t 除上m乘上这个积分式 那我们把m乘上这个积分式 我们叫做k 所以α就等于t除以k 而k就是m乘上这个积分式 我们把它叫做tortional stiffness 流转刚性 那α是不是就出来了 或者说如果α就等于这边t除以k的话 α是等于这个t除以k的话 那我们就保证 这样子的我们原来假设的那个位移场 所导致的硬力场 就可以满足我的mz等于t 满足所有的边界条件 那我α就得到了 而且呢所有的边界条件都满足 好不好做那不管 理论解法就是这么一回事 到后面剩我一份积分的问题 就是数学问题了 另外再去想办法 真的抱歉 搞什么鬼啊 好 那到这边是不是事情就结束了呢 很不幸的 还没有 我们看到这边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我们已经知道α等于t除以k 好 你们不要忘了 t有没有方向性 有 它是流利句 可能是顺时中转 可能是反时针转 α是角度变 单位长度角度变化 有没有方向性 有 可能是顺时针 可能是反时针 而我们知道 如果你流利句是反时针 α一定反时针 流利句是顺时针 α一定顺时针 这就是常识 所以代表了什么意思 t跟α一定要同符号 也就告诉你 k一定要保证是正 如果真的是答案的话 你们还要检查是 k一定要保证 可我们看k这个积分式 前面是平方向 所以出来一定是正 后面呢 有人能够保证 后面这个式子积分出来 对任何面积积分出来 一定是正吗 不知道 所以我们还剩一件事情 要证明 证明什么 这个k 不管几何面积是什么 k这个积分式 永远要为正 永远要等于正 因为你们仔细干 这个k就是等于μ 这是材料常数 乘上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只跟几何形状有关 这个积分呢 只跟几何形状有关 虽然它的积分式里面有fat 可是fat 也是只跟几何形状有关 所以我要表示 这任何形状找出来fat 这个积分式一定是大于0 我们还要证明这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完整性 因此我们还没做完 好 再下面 我们看 我要证明 通常 这是典型的技术 如果我要证明一个积分 永远大于0 我就要证明呢 这个integrate 里面的积分因子 永远是正 你要证明这个积分因子 永远是正 就要证明这个积分因子 可以变成 某种函数的平方 因为只有变成一个函数的平方向 才能保证它是正 所以 等一下 抱歉 我刚刚跳 应该是刚刚是在这 然后应该是这 所以呢 我们为了要证明这个积分式 这个k永远是大于0 所以 我们现在 重新define 我们说k这个函数 是等于 先把它当作是一个平方向 所以我们这边看的 把它变成是 phit对x的微分减y的平方 加上phit对y的微分 加x的平方 等于一个两个平方相加 那问题是这个式子 跟我前面的这个k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很明显 我们这个变成平方向 一定比 原来的这个式子 多了一些东西 多的我们要减掉 所以我们最后减掉一个khead 而这个khead就是这一些 这个函数就是等于 这个函数跟 这个函数 之间的差距 那剩下问题又来了 如果我能够证明这个khead的 这个积分是等于0 也就代表我的k 可以写成上面这个形式 而上面这个形式就表正 因为是平方向的和 所表正k一定大于0 那下面这边 我们就证明给 这么我们就不细讲了 证明这个khead 也就是第一行四指的最右边 那个像是等于0 还是会用到divergent theory 正法跟前面很类似 因此我们最后得到 因此呢 我们那个totional stiffness 可以写成这个形式 就是两个的平方和的积分 所以这个一定大于0 这个大于0 就代表 我的t跟我的α一定同向 所以 同符号 所以t跟α同方向 到这边为止 我们才算真正的解决了 这个流利局的问题 那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我们要提醒各位的是 中间的过程 我们先告诉各位 我为什么要假设 这样子的位移场 依据的原因是什么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满足平方程式 侧面的边界条件 跟两端的边界条件 但是我们永远要注意到 它的一些物理现象 比如说我们找到fight 应该是满足 那个roma problem 但我们要确定 是不是针对任何界面 这种形式的roma problem 它的答案都是 有存在性跟唯一性 才能满足我真的的物理现象 我们找到了α 等于一个所谓的t除以k 但我们也要确定 这个k是不是大于0 才能保证t跟α是同项 这个是用所谓的 semi-inverse方法 在解题目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是所谓用semi-inverse的方法 在解题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到的地方 否则的话 有时候你以为 你解出来是正确的答案 你会发现 它可能在某种状况之下 它不正确 那你整个答案都是错的 因此那顺序 就我们这边讲的 一个柱子 材料是 elastic isotropic material 承受了轴向的一个流利锯 它的答案就是 我们先从这边找到截面机 然后依据截面机 解roma problem roma problem就会告诉我 你的fight 是什么 知道了fight 知道了fight 带入前面的四字 你就可以算k 知道的k 你就可以算出alpha 就t除以k 那都完了以后 你整个题目就完成了 你就会知道 你的印尼场是什么 你的位移场是什么 印尼位移都知道了 你要知道应变 就是位移为分 ok 就是位移的为分 事实上 我们通常很少 你知道位移 知道应力 通常就够了 工程上 我们很少真正的 要做它的应变 那这个题目 就是我们讲的 只要任何问题 不管它两边 真正的 两端真正的 硬力分布是什么 只要它这两端 满足我们的fx f y fz 等于0 mx等于my等于0 mz等于t 等于t 只要它 不管真正 硬力分布是什么 只要它的合力 跟合力举 满足这个条件 我们就说 我们刚刚所得到答案 至少在中间 这个部分都适用 但是如果 针对某一个节面 我们知道fite 我发现它 两端的硬力分布 真的是跟这个 一模一样的话 那 我们就说 我们的答案 那就是exactive solution 就是一定要两端 硬力真的是这样子分布 我们才算得到 所谓的exactive solution 然后下面还有几 针对这个问题 还有几件事 我们要提的 第一点 你们看 我们整个解的过程 没有用到这个所谓的 connective这个关系 就是没有强调 它一定要simply connective 或是multiple connective 也就是等于说 哪怕我的截面中间有几个洞 我们这个答案照样适用 只是如果我截面中间有孔 我要剪那个fight更难解 只是这个问题而已 罗马跑本变得更复杂 但是答案照样适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圆点 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在哪里 所以圆点可以在另一点 不见得要在重心 以及我的xy轴 不像我们上个礼拜谈bending xy轴也不一定要是 那个惯性主轴 圆点跟xy轴 我们没有特殊限制 第三个 当然我们假设的位移场 没有考虑钢体位移 你可以随水里加任何钢体位移进去 没有关系 还有第四点 跟轴向和位移一样 和bending一样 我的硬力厂看好 我的位移厂 硬力厂跟材料系数无关 你们会说 这个有问题 因为我的硬力 看起来等于mul alpha 乘上一个函数 这个mul就是材料系数 所以看起来 好像我的硬力厂 是跟材料系数有关 就不同的材料 会有不同的硬力值 但是你们仔细看 回顾一下 它是mul alpha 你们仔细看这个式子 mul如果乘上α 就是等于t除这个积分 因此mul乘上α 是跟材料系数无关的 所以我的硬力厂 因为是mul alpha 乘上一个含 所以我的硬力厂 跟几何形状有关 因为这个积分 跟所受的t大小有关 但是严格说起来 跟材料系数无关 因为它没有跟α的材料 性质会抵消 是α跟材料系数有关 这是很合理 因为α是单位 单位长度角度变化 当然不同的材料 在同样的力举之下 单位长度角度变化 本来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再强调 我们所得到的硬力厂 跟单位长度 跟那个材料无关 这是一个 另外 还一个 可以告诉我 这个流利的一个特殊现象 首先我们知道 laplacin-phite等于0 那sigmaZx是等于μα乘上 phite对x的微分减y 那你把sigmaZ带进去 我会发现 就是sigmaZx对x两次微分 加对y的两次微分 也会等于0 也就等于是说 因为phite是laplacin函数 sigmaZx跟sigmaZy 也是laplacin函数 而这种函数呢 如果 有一个函数 满足这个方程 就laplacin-phite等于0 我们通常也把这个phite 这种函数 我们叫做 harmonic function 为什么 因为 回去回顾一下 你们的公处 通常这种方法 常常解采的答案 都是function of sigmaZx cosaZx 事实上是用几座标 就会比较容易 sigmaZx cosaZx 就叫做harmonic function 所以我们也说phite 是harmonic function 然后 这边有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可以证明到 我们不证 这个证明很诡计 harmonic function 如果有一个函数phite 在一个任意边界上面 假定呢 有一个phite 在这个边界上面都满足这个 就laplacin-phite等于0 那 这个phite的最大值 一定在边界上 记得hite是一个存量 phite存量玩数 就是在这个边界上的时候呢 我们的任何值的phite 都满足这个函数 那最大值一定在边界上 这是这个函数的一个特殊性值 那从这边导出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所以 我们说 产生的最大减应力 因为torsion的两个分量 sign-ma-nya sign-ma-di-y 也是满足这个laplacin函数 所以 我们会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物体 一个柱子 承受减应力的时候 tork的时候 它的最大减应力 也在边界上 大家乍一听 好像觉得很合理 这个证明很简单 但是很容易证错 我们看 这个我们今年不用来考 这以前会变成考题 那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真正的证明 这是个观念问题 这个定理指的是 没有错 因为这个 很多人就这样讲 因为这个等于零 所以sigma zx的 最大值 在边界上 因为这个等于零 所以sigma zy的最大值 也在边界上 而我们这边最下面 黑色镜头旁边讲的 最大的减应力tau 指的是这个 这是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不是 它的分量的最大值 在边界上 这个没错 我们是说它的合理 这个平方加 这个平方开根号的最大值 也在边界上 那这个证明的方法的时候 如果像你刚才讲的 你们会说 很多同学一行就交代了 这个最大值在边界上 这个最大值也在边界上 所以这个最大值在边界上 如果这个是证明方式 那告诉各位 这个逻辑是错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等于零 这个最大值是边界上 这个等于零 这个最大值也在边界上 但是呢 可没告诉他们 这个的最大值跟最大值是同一点 那可没人告诉你 你既然都不在同一点 你只能保证 这个的加这个的平方是最大值 或这个加这个的平方是最大值 这有可能会在不同点 所以如果你们是证 如果要你们证明 是用的是这样子的做法 这个逻辑就是错 你不能说有两个分量 第一个分量的最大值在边界上 第二个分量最大值也在边界上 所以它的合力也在边界上 这个逻辑就是错 因为它们可能是不同点 可是这个结论是对的 真正证明是怎么样子 真正证明方式 真正要证明的话 逻辑是这个样子 如果这个是我的边界 假定这一点是最大值的话 我们既然要摆在边界上 我们就这样说好了 假定这一点的硬力是最大值 那这一点的合力呢 我们就说这就是Tau Maxima 假定这一点产生的最大值 合力是这 那所谓的真正证明是 我就假设我的坐标 这个是我X坐标 这是我的Y坐标 所以对这一点来讲 Sigma ZX就是等于Tau Maxima Sigma ZY等于0 然后因为Sigma ZX满足这个方程式 所以这个的最大值在边界上 所以Tau Maxima一定在边界上 这个是如果我们要证明 最下面这段话 合理的逻辑证明方式是这个样子 因为另外一边分量等于0 因为我选了特殊的坐标 可是反正结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以前来当考试的 那几乎十个人有几个人会错 但现在我们不拿来考了 我们直接告诉各位一下 就只是顺便让各位了解一下 有的时候证明不要想得太音箱情乐 虽然都很单纯 但是结论很重要 只要是一个柱子承受留意据 最大的减硬力 一定在边界上 一定在边界上 OK好 这个结束了我们第六至四节 Talk